嗨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之前阿達開箱這台最新的 Mac mini M4的蓋板之後 反應非常的熱烈 可以說阿達最近這個影片 裡面算表現最好的一部 所以今天阿達又下了血本 為大家開箱這台MacBook Pro 因為我本來在想說 MacBook我應該也要再換一台 因為我之前那台 它也是N1都已經用很多年了 但是M4呢我已經有這台蓋板了 這台MacBook呢 我如果再買蓋板就是沒意思 所以呢就直接一口氣的 衝到M4 Pro的一個規格 那這台買6萬多塊還蠻貴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直接開箱 那開箱完之後呢 我們除了基本的一個跑分測速以外 一樣啊我們繼續來跑 Windows跟遊戲的表現 那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箱 好開箱了 這個膠條 這個是重點 原裝的 絲膠條點點 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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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血本 然後321 打開 啊 這個其實應該很多人 大家在網路上都已經看 中國那邊開箱開爛了 新的 還沒絲膜 那接下來一樣 來個絲膜大點 這個都是紙膜啊 跟Mac mini都一樣 那我選的這個是黑色版本 因為它之前其實有銀跟黑嘛 那黑色是新色 你要選當然要選那個沒買過的 MacBook跟iPhone一樣都是個奢侈品 就是 簡單講 你要就不換 要換就要不同色 不然就沒什麼意思 這個下面應該要編織線 然後它是MagSafe的 一樣是磁吸的 這個我很喜歡 之前我買的N1是沒有的 它的一個簡單的一個說明書 那還有一個變壓器 看一下 這個變壓器跟變織線 我應該都不會拿出來用 把它收著 這個變壓器是70W功率 不過呢外面買的那種變壓器 功率比這個大多了 而且體積也比較小 我應該是不會拿出來用 那配件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 這個N4 Pro的MacBook呢 我會跟這個N4蓋板 還有N1的那個Air 三個來做一個簡單的比一比 來看一下它在一些像模擬器啊 遊戲啊 還有一些軟體的表現上怎麼樣 另外也會介紹一些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的一些周邊 給大家參考 在影片開始前 請大家先為我這個影片按個讚 然後分享出去 這對我來說相當的重要 那我們先過一下 MacBook Pro M4 Pro的一個硬體跟配置 它搭載一個14.2吋 Liquid Retina XDR螢幕 解析度是3024x1964 它有自適應120Hz的一個更新頻率 亮度是1000nit 風質亮度可以到1600nit 所以你拿到日間的戶外使用 其實還是看得很清楚 在螢幕上方 搭載一個1200萬畫素Center的State相機 它支援108MP的錄影 那可以使用人像居中的一個錄影功能 在一個範圍之內走來走去 淘汰會盡量在你畫面之中 有點像iPad那個功能 處理器部分 M4 Pro搭載的是2核的一個處理器 其中8個是效能核 4個是節能核 那比M4多了兩個性能核心 那GPU則是有16核 那比M4多了6核 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M4 Pro它最高是到14核的GPU 20核的GPU 如果是買M4 Max的話 它是搭載16核的CPU 然後40核的GPU 非常的驚人 那記憶體啊 像我這台就是24GB RAM SSD則是有512GB 那IO的部分 它有三組Soundboard 5的一個連接庫 支援充電 DisplayPore 另外它有MagSafe 3的一個磁吸充電 SDXC的一個讀卡機 但是機卡插下去之後 會凸一大截出來 那無線能力啊 上面是寫Wi-Fi 6E 沒有Wi-Fi 7我有點驚訝 機身尺寸是31.26 x22.12 x1.55 重量大概是1.6公斤 電池容量是72.4W 官方號稱的續航有24小時 老實講我沒有認真去測 因為時間不夠 那第二點就是原則上 蘋果官方敢講的話 幾乎都測得到 不太像Windows的廠商 大部分都會吹牛 那喇叭部分 它配置了高傳真的 6量升器的一個系統 音效大家可以聽聽看 那錄音部分 這是機器裡面搭載錄音室等級的三麥克風陣列 具備高信噪比 還有定向波速的一個成型技術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它的效能測試部分 我使用Cinebench R23 進行測試 它單核是2185分 多核是19032分 我用N4 Mini 單核比較高一點 是2234分 那多核是13821分 所以N4 Pro 它的多核成績比N4高了37% 那我也測了N1 N1它單核是1498分 多核是6864分 所以N4 Pro它比N1單核快了45% 就是快了快1倍 那多核是快了277% 快了快3倍 所以這個升級是非常有感的 因為N1它是台積電5nm工藝 那N4它已經是台積電最新的3nm工藝了 所以它提升速度是相當有感的 那在能效上也比較好 所以續航才會更好 使用Cinebench 6來進行測試 N4 Pro它單核是3946分 多核是20480分 GPU的分數是60741分 MANMINI的N4它的單核是3890分 多核是14953分 GPU是37869分 所以這兩者單核成績是幾乎完全一樣的 那多核部分呢 N4 Pro就比N4高了36% 那GPU部分則是差了60% 所以如果你要玩電動的話 預算夠 你還是要充N4 Pro 如果圖形需求的話 我就覺得N4 Pro它使用起來還是相當有感 那附帶一提 如果你是N1的舊機 它單核是2390分 多核是8439分 GPU是19636分 所以N4它的單核 是比N1提升了62.7% 多核是提升了177% GPU提升了則是接近兩倍 所以如果你是N1的話 不管你要升級N4或N4 Pro 都是相當有感的 那接下來我們講講SSD的部分 如果你是使用512GB的N4 Pro的話 測起來它讀取是每秒5115 那寫入是4289 比N4 256GB快了一倍還有餘 因為Mapbook它的記憶體 跟黃金一樣貴 所以阿達推薦大家可以買這個 十犬的記憶卡 支援Smart 我手上這個是2TB的版本 如果大家去買這種特殊的轉卡的話 是可以整個末路機身的 Mapbook Pro就多了2TB的容量 如果你是直接使用這個轉卡來讀取的話 它的讀寫大概都是每秒100MB 雖然說不算很快 如果用它的專用讀卡機 是可以到每秒160MB 放一些冷資料、存檔案、放影片 我是覺得還蠻OK的 也推薦給大家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講講軟體的部分 我一樣是使用VM Fusion 來安裝Windows 11 那它的過程非常的順利 也沒有任何中斷啊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部影片很多人留言說 它那邊出問題 那邊出問題 我這次特地重裝一次 沒有任何問題就一次就裝完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那我這次試用20H2 也裝得很順利一次都裝完了 此外我也使用了APP2GO 來跑Windows 11 那之前在N4跑過Windows 11的那個系統 我直接插上去跑裡面的印象檔 什麼事都不用做 它很順利就可以直接跑起來 我也測過把它裝到N1上也能用 不過呢速度就會慢一點 那不過呢因為N4跟N4 Pro 它的記憶體跟核心數都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在VM Fusion那邊 把核心數跟記憶體那邊都調高一點 這樣子你的Windows 11會更好跑 那我也測了啊 如果在VM Fusion裡面設定8核心 16GB RAM給Windows 11的話 GBench 6它的單核成績會到3154分 多核14246分 單核跟多核成績甚至它在轉譯之後 都還比Altra 9 288V還要快 實在是有點誇張 所以這個效能真的是不錯 遊戲部分 使用APP2GO轉譯Steam 古墓奇兵暗影高畫質測得76幀 比之前46幀還流暢很多 低畫質的時候甚至可以跑到120幾幀 那2077如果用低畫質來測試的話 它可以跑到63.74幀 如果開啟FSR之後 它可以充到87.5幀 那我也測了快打線風6 進入遊戲之後還是會有點卡 那應該就是相容性問題 你就算買再高級 可能拋起來也不會很順 20古堡3的重置版 我是覺得有比M4還要更順暢 如果你的需求是玩電動的話 M4 Pro玩電動表現會比M4更好一點 當然貴了也不止一點 附帶一提的是 APP2GO現在也搞定了APEC平台 所以你知道現在用APP2GO 就可以跟Steam一樣 直接在Mac上面玩 不過比較可惜的就是 APEX它因為有反作弊程式 不支援按板的關係 所以APEX不能玩 剩下的大部分遊戲 我測過幾個還是可以玩 還有Android模擬器 現在廠商也把它內建在APP2GO裡面 比較可惜的就是 Android的遊戲或軟體 它是不能裝在這裡面 而是裝在我們的MacBook裡面 廠商還在努力 可以靜待一些好消息 那整體來說 自己使用M4 Pro的感覺是說 如果你的預算有限的話 你去買一個Mac mini 然後外接一個螢幕 然後帶一個藍牙鍵盤 這樣子用也是可以 這樣子你的花費會少很多 但是你預算夠的話 我是覺得M4 Pro版的Mac Pro 是可以買的 因為它的可以使用時間會相對長一些 像我之前的N1用個4年 到現在多在頭好重重 不過我在這邊也跟大家 想一下我最近的一個想法 之前我一直覺得MacBook太貴了 但是最近又覺得說 它好像貴有貴它的道理 第一個它比較保值 第二個基本你不要摔爛它的話 用個3年沒什麼問題 那第三個幾乎軟體都是不用錢的 可以一直升一直升 Office也是全套免費送你 那接下來的蘋果的AI 使用也不用錢 又不像Copilot 你要用進階一點的東西 是要付錢的 我就覺得微軟 實在是不太夠意思 整體來說 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MacBook 現在它真的好像可以講性價比的喔 那以上是我個人的簡單開箱新的 也分享給大家參考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 記得幫按讚、訂閱與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巴斯達爾 吃幾乎 吃4下東西 最好的 金光